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燕凱 歡迎來到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星矢樹刷這次白面狐狸的主法 那我們就邊打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對的配置以及概念 首先第一關呢 我們會需要 製造一組六顆以上的符石 讓這一對 能夠吃到額外 combo 樹的加成 那也別忘了 在消豬的過程中 把木珠盡量的全部留下來 這主要是為了第二關去著想 好 那這邊我們木珠全部給它留下來就對了 木珠確保留下來之後 第二關你會過得比較順暢一點 好 那我們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 我們要把 白面上面的木珠先全部手銷去做消除 好 那這邊你會發現到 這邊比斯姐會先跳起來 好 這邊我們手銷一 combo 的木珠 然後我們上面 現在敵方只要四顆木珠了 那我們這邊先開 比斯吉 好 開著 白面上面 看哪個珠子有四顆以上 我們直接點它 好 這邊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給帶走了 好 這樣完全不是問題 直接來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不能手銷暢珠 那你可以消除其他的珠子 好 直接帶走 完全沒有問題 好 直接帶走 完全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三關 第三關這裡 會 呃 遇到兩隻底金 這邊我們就直接消了 直接帶走 我想也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好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四關 這邊我們要空轉 最好可以洗衣盒技能 讓我們比斯吉可以跳起來 好 比斯吉跳起來之後 直接開 然後把這個新珠全部做消除 直接帶走 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五關 那這裡我們可以 呃 用星矢 來截這個拼圖盾 好 那第二階段 我們不能手消水 我們可以把它點掉 然後直接轉 這個傷害絕對是很夠的 好 那直接帶走 到王關 王關這裡 我們就不多說 直接開個極限爆發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 順利過了 以上 就是 速刷的一個打法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於新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 按下你的訂閱 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一定先通知你 那我是阿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最後看一下有沒有破那個排行榜 有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時間 看一下 有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隊 剛剛刷的時間在哪裡 估計是兩 兩到三分鐘啦 哦 第一名 好 看一下時間 2分47秒 提供給大家 為了 我們下機 請 我們下機